经常会有一个疑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是如果我使用的是大疆R2S或者mini 3 Pro的话 搭配大疆的RC Pro带屏遥控器 那到底是我给飞机配了一个遥控器 还是给遥控器配了一个飞机呢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上一期视频中呢 我这边对比了一下 我手中的R2S和Mavis 3 Classic这两款无人机 比较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特性和区别 如果还没看过的朋友呢 可以来这个位置呢 先去看一下 今天我们来说说大疆的几款遥控器 包括普通遥控器 还有两款带屏遥控器 我会结合官方给出的一些数据 和我自己的一些使用体验 来综合说一下 我更倾向于哪个遥控器 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也会放出一个总结的表格 方便大家查看 如果现在没有时间的朋友呢 也可以直接把视频拖动到结尾 或者关注一下 未来有时间再来看 如果您看完之后呢 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也希望可以得到您的点赞 关注 支持 您的支持可以鼓励我 未来做出更多有干货的视频 感谢 我更早之前呢 做过一个视频 讲的是当时可以用相对比较低价的方式 获得这款价值5999元的 大疆RC Pro遥控器 很多关注我的朋友呢 当时都通过那种方式 获得了这款遥控器 也很高兴可以帮助到大家 不过现在那种方式的时效性已经过了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 前一段购买的 那款大疆玉三classic带屏控套装里呢 带的是这款DJI 2C 小白控带屏遥控器 而当时买R2S呢 带的却是二代的RC Pro遥控器 有没有感觉特别拧吧 感觉哪都不对 有一种错位的感觉有没有 回到正题上来 如果你现在用的是普通的遥控器 就是不是带屏的遥控器 那有没有必要去换成带屏遥控器呢 如果想换成带屏遥控器的话 在今天2023年的3月份 哪一款带屏遥控器更适合你呢 究竟是DJI 2C 还是DJI 2C Pro 相信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 你就会有答案 首先还是推荐购入带屏控的 因为无论是哪款带屏遥控器呢 都会比不带屏的遥控器方便 不需要插线呢就可以直接开机使用 然后带屏控呢 相对于手机使用来说的话 防感染的能力也会更强 不会出现突然飞着飞着 就来一条短信 或者来一条信息 或者一个电话的情况 再有就是 无论是哪款带屏遥控器 它们的屏幕亮度 都不会因为发热而降低 这点来说的话 要比手机强很多 用手机的话 可能手机一旦一发热 它的屏幕亮度就会降低很多 非常影响光碳的体验 相信用过手机作为屏幕 去遥控无人机的朋友 都会有所体验 那说到带屏遥控器 目前大疆出的这两款带屏遥控器 RC还有RC Pro 哪一款更适合你呢 我们结合官方的数据呢 来做一个对比 目前大疆出品的 这两款带屏遥控器呢 价格差距巨大 那它们的硬件上 还有使用体验上 到底能有多大的区别呢 对于大家来说 哪款遥控器更适合呢 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呢 你可能就会有答案 说到这里了 大家要不要关注一下 下面这些内容 如果没有特殊说明 说的都是这两款遥控器的特性 所以大家要注意 先说说它们的相同点吧 首先这两款遥控器 它都是支持O3加图传的 但是在不同的无人机上 可能支持的标志不同 比如R2S上是支持O3 U3 U3 Classic上是支持O3加 所以它们的图传的算法是一致的 然后这两款屏幕的大小 几乎是一样大的 看起来好像RC Pro的这款屏幕 要比RC的屏幕要大一些 但其实是RC Pro它带了一个更宽的黑边 所以屏幕大小上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跟我现在用的华为Mate 20 Pro 比较一下 大概是这么一个大小 下面一点是这两款遥控器的常用按键 还有控制镜头 抚养角度和变焦的波轮都是有的 所以它们在主要功能的操作性上 没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是这两款遥控器 都能支持Mini 3 Mini 3 Pro R2S和U3系列无耳机 只需要在DJI Fly里边切换一下 就可以直接去切换操控不同的飞机 这点来说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接下来是这两款遥控器的图传信号 都支持最大1080P 60帧的图传 为什么说最大呢 这个我后面会说明 下面一点是这两款遥控器都支持插入TF卡 来储存缓存视频 然后是这两款遥控器都支持录屏的功能 就可以把我们飞行中的操作画面录下来 但是有一点不好的是 这两款遥控器虽然可以录屏 但是它无法同时录制声音 这就导致我们后期去整理我们一些录屏的文件的时候 可能很难去区分每段录屏 它表达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或者说这段录屏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没有办法加一些语音的标记 还有就是这两款遥控器都支持安装达江的四质模块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4G信号来控制无人机了 OK 这两款遥控器的相同点大概就以上这些 然后我们重点来说一下这两款遥控器的一些不同点 第一个不同点就是硬件配置还有软件上 DJI2C这款遥控器它是没有办法去自己安装软件的 只有一个软件DJI Fly在我们开机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运行 而RC Pro它是可以自由安装软件的 而且可以切换到桌面上可以去安装不同的软件 而RC Pro这款遥控器它内置了安卓系统 我们可以自由的安装软件并且切换到桌面上 它的CPU使用的是骁龙865CPU 这款CPU其实性能比较强大 操作上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卡顿 而DJI2C这款遥控器因为它可能是硬件上稍微落后一些 所以说在某些操作的时候还会有一定的卡顿感 据说它的CPU使用的是和某扫地机械员的CPU是相同的款 具体的参数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相对来说RC Pro要比RC更加流畅一些 第二个不同点就是这两款遥控器 它们的内置存储空间是不一样的 这款小白控DJI2C它几乎没有什么内置存储空间 我们存东西的话都是要放到它的一个TF卡上面去 而这款DJI2C Pro它是带了一个32G的存储空间 非常大方的32G的一个存储空间 32G今年是2023年 说实话有点小 当然我们如果说去安装TF卡的话 也倒也无所谓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你安装应用程序的时候 你只能安装到它的内置存储空间上 所以这个32G逃去系统占用以后 其实没有多大的可用空间了 然后下面一点不同 是它们的最大亮度不一样 这款DJI2C它的最大亮度是700nit 然后这款RC Pro它的最大亮度是1000nit 它们相差300nit 而且RC Pro的屏幕它还是支持HD2显示效果的 虽然效果比较一般 但其实它们相差的300nit的亮度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户外的时候虽然看起来RC Pro会更亮一些 但是在一些阳光比较强烈的时候 其实该看不清的还是看不清 当然它们都比那款不带屏的遥控要好一些 因为不带屏的话主要是依赖于手机的屏幕 而手机的屏幕一旦一发热 它就会降低亮度 在户外就更不容易看清了 然后下面一点不同是它们的天线 DJ RC这款小白控它的天线是内置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没有一个外置的天线 然后RC Pro它的天线是外置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种外置的天线它比较容易磕碰 像我这台机器 像我这个遥控器 它的天线的这个位置 好像有一点点已经裂开的迹象 不知道大家算不算它维修的范围内 当然还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使用时要注意一些 同时这两款遥控器它们的天线的规格也是不一样的 这款RC的遥控器它的天线是一发两收 然后RC Pro的遥控器它是支持两发四收的 相对来说它的信号会更好一些 下面一点不同是它们俩的接口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RC的底部它是没有HDMI的接口的 同时它底部的Type-C的接口也不是一个全功能的Type-C接口 这个应该只能是插图传的时候来使用 而大疆的这款RC Pro它的底部是有HDMI的插口的 并且它的Type-C接口是一个全功能的Type-C接口 而且Type-C的接口是可以支持视频输出的 可以接到显示器或者电视上来输出信号 当然前提是你要有一个合适的线才可以 下面一点不同是这两款遥控器的按键也是不同的 DJI RC这款小白控它是不带五维摇杆的 同时它也没有返回FN键和C3按键 也就是说有一些快捷操作指令没有办法直接去操作 要进入菜单一点点去选 然后说它的摇杆也是一个普通的纤维器拉黄摇杆 它的摇杆的感觉大概是这个样的 而DJI RC Pro它是包含了RC没有的那些功能和摇杆 我们可以通过快捷键来调整一些参数 更加方便一些 同时它的摇杆大家说它是霍尔的拉黄摇杆 操作起来它的精度应该是更高一些 手感也更加细腻 下一个区别是这两款遥控器都是支持4G模块的安装的 但是它们的4G模块的安装位置方式是不一样的 DJI RC这款它是可以直接装在这个位置 是一个外置的安装的 而DJI的RC Pro它的4G模块是要把这个板子拆下来 装在内部的 不过现在好像也不用单独给遥控器去配4G模块了 因为可以通过连接手机的WiFi 然后和飞机上安装的4G模块进行一个通讯 这样的话就能省下一笔钱 然后是他们的图传上 因为DJI RC刚才也说过 它是一个两发四收的一个天线 所以说理论上它的图传信号 应该会比DJI RC会更好一些 DJI RC Pro的信号应该会更加稳定一些 然后这里有一个误区需要去澄清一下 就是这两款遥控器其实它们都是支持1080P 60帧的图传信号的 但是在支持不同的机型上的时候 它们的一个最大的图传信号的数值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R2S上只支持1080P 30帧的图传信号 而在U3上可以支持1080P 60帧的图传信号 所以这点需要注意 然后这两款遥控器上的缓存的画质好像是不一样的 DJI RC这款它好像是480P的一个缓存画质 而这款DJI RC Pro它的画质缓存画质 就是这个上的缓存画质应该比DJI RC要高一些 具体的参数等回头我测试一下放在屏幕上吧 下面一点不同可能也是不太容易发现的 就是拍摄的原始画面下载到遥控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DJI RC只支持部分内容下载到遥控器上 包括GPEG的图片格式和普通色彩模式的1080P的视频 可以下载到遥控器上 但其实可以下载到手机上 就是用到手机的快传功能 开机同步就可以 但是只能下载原始视频到手机上 没有办法下载一个低分辨率的小的缓存视频到手机上 但RC Pro它是支持直接可以把飞机上的原始视频下载到遥控器上 虽然没什么暖用吧 因为谁会用遥控器去做视频剪辑呢 你会吗 然后下面一点不同 就是非常明显的重量和体积上 DJI RC这款小白控要比这个RC Pro比较轻很多 而且体积也小一圈 如果是手小的朋友 可能用这款DJI RC 也许感觉起来会更舒服一些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如果你是按着摇杆去操作方向的话 可能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你是抓过摇杆的话 你在按后面的C1跟C2扭的时候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误操作 因为你手可能会震一下 这个可能就是由于RC Pro这款遥控器 它太大了 在你按后面的C1C2按钮的时候 可能你的手会被带动一下 导致你可能会方向 或者说你的一个角度会不小心误触 最后一点不同 就是它们的价格 这款是1699好像是 然后这款5999 可能单纯一个价格就劝退了很多人 也确实是稍微贵了一些 OK 比较完上面的这些内容之后 大家更倾向于哪款遥控器 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 在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 DJI RC Pro它确实在某些方面要强于DJI RC 而且优势还是比较多的 关键是你能不能用上这些优势 有些区别可能并不是体现在它们的外观上 而是体现在一些细节操作上 而这些细节上 可能大疆也没有特别大的宣传过 所以导致很多人可能觉得 只是RC Pro这款遥控器只是傻贵傻贵的 也不知道贵在哪 和DJI RC的区别并不是太了解 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 RC Pro它就是多几个按键而已 为什么这么贵呢 相信这个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到 它们的一些细节上的区别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到你 那DJI RC Pro既然这么好的话 是不是可以无脑入了呢 当然不是 对于很多人买带屏遥控器 就是为了操作无人机的时候 可以看清屏幕 不会因为发热而降低屏幕亮度 而且这两款遥控器 亮度差距300尼特 其实在户外一些太阳光比较足的时候 这300尼特该看不清 其实还是看不清 还有一点就是不用插线 不用像普通遥控器一样 接上手机之后 还要连接一根数据线 非常麻烦 而很多人用带屏遥控器 他根本不会关心多的那几个按键 和什么可安装软件 以及遥控器内部的存储之类的区别 因为根本用不上 更不会关注多余的HDMI视频口 以及这个全功能的Type-C接口 主要也是因为平常用不上 就算是偶尔有一些卡顿 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接受不了 因为大部分时候 还是可以比较流畅的飞行的 而且这两款遥控器 它们的价格 其实差距比较大 对于没有太多额外需求 并且比较看重价格的朋友来说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 去买RC Pro这款遥控器 脚白控的DJI RC 已经完全可以满足它们的需求 而且从握持的手感上来说 我甚至觉得 DJI RC 它的握持手感会更好一些 可能也是因为它更小一些 更加符合亚洲人的手型 也许是 当然这个也是因而异 还有一点 如果你现在用的是 Mini 3 Mini 3 Pro 或者R2S的话 你假如配了一款 DJI RC Pro这款遥控器 会给人一种 到底是给飞机配了一个遥控器 还是给遥控器 配了一个飞机的错觉 有没有 这就好像玩相机玩摄影的人 他开始是给一款相机去配镜头 当镜头多了之后 就变成了给镜头去配更多的相机 感觉是比较搞笑 而使用DJI的RC这款小白控 就没有这个感觉 它应该是更搭配R2S和Mini 3 Pro 这些机器 更加和谐一些 当然之前看了我的视频 和我一起买了包含 DJI RC Pro这款二代带屏控的 R2S带屏控套装的这些朋友 算是例外 应该算是当时捡到了便宜 这种便宜未来还会不会有 那就不知道了 不过你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未来如果有一些超值的购物机会 我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其实确实是应该给大江点个赞 作为民族之光的大江 在当时的特殊时期 为了保证消费者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机器 宁可换成更昂贵的二代带屏控 也保证出货 这一点来说的话 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而且关键是当时并没有加价 也希望未来大江可以保持这个风格 我相信可以收获更多的支持者的 总结来说 我个人认为DJI2C这款遥控器 可能更适合拥有R2S或者Mini3 Pro的这些用户 无论从价格上还是从体积上 都更加协调一些 当然如果U3的用户 只是简单的想要一款带屏遥控器去飞 不想要那些嫌弃杂巴的功能 其实DJI2C也是足够用的 而DJI2C Pro更适合体验上有极致要求的朋友 同时也不差钱 比如一些U3或者U3C的用户 至于这两款遥控器 它们的价格上值不值得差那么多钱 这个来说的话 其实怎么说呢 我只能说市场上大部分的商品 其实都遵循一个比较简单的规律 那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两分钱十分货 十分钱两分货 想要极致的体验 必然要付出更多 这是没办法的 其实我倒是可以接受它卖的贵一些 但是有一点我非常不满意的 那就是大疆能不能把R6 Pro的 这款遥控器的内置存储空间放大一些 现在都2023年了 还用一个32G的存储空间 而且系统已经占了一多半了 这就导致虽然DJ RC Pro它支持安装第三方的APP 但是这个存储空间极大的限制了APP的安装 我看了一下我的DJ RC Pro里边其实没有装什么东西 就已经剩下不到10G的空间了 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了 毕竟现在是2023年了吧 咱们还会有32G的存储空间这么一个装置 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这些内容对你是否有所帮助 看完的朋友也希望留下你们的点赞 关注 收藏 如果有其他问题或者还有其他一些想要了解的方面 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或者评论区写出你们的看法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